从字画路看你如何运用金钱 不知同学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要不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 遇到你有事 遇到你有人 就是认为自己坏菜不遇 时运不济 做什么就失败什么 总是怨态命运怎么这么差 其实老天爷是公平的 在每个人出生的那个时刻 他会一视同仁的送给大家 四个不同的能量 这四个能量我们叫做生年式化 而在生年式化中 除了给我们最不喜欢的生年记 也会同时给我们最喜欢的生年路 关于生年路我们之前做过一集介绍 三门老师会把连结放在右上角 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点进去观看哦 话说回来 有生年路固然很好 不过这个生年路的工位 如果同时又有字画路的话 事情就不妙了 这代表了这个生年路的礼物 我们注定会收不到 从命理的角度的解释 则是因为自己的关系而拒绝了 不要了 这不是别人害的 而是由于自己的行为 所产生的结果 这次我们延伸上次有关路的话题 将那一集来不及介绍到的补充完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路的三大类型 路的类型一共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分别是生年路 非公路 自画路这三大类 三种的意识完全不同 在不同的工位中也有不同的解释 画面中的图就是生年路 是与生俱来的路 这个生年路与来源宫彼此之间有很深厚的关系 对我们的一生影响很大 也是大家最喜欢的部分 生年路代表了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只要我还在呼吸 我就可以继续拥有这个路 生年的路也代表着自己天生感兴趣的事 这种喜欢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也可以把生年路当成一个先天 或是天生的因缘来看 所以路不只能讲有没有钱 也能谈有没有桃花 是桃花 是金钱 又或是人缘 最终都是要从工位上来判断 正在桃花的角度来说 无论如何 生年路一定要摆在与人有关的位置上才行 若摆在了与是或是物的位置上来说 就不能这样解释了 例如 生年路在财博公司所代表的意义则是 命主这一生会在金钱的运用上很扩挫 生年路在子女公司则代表的意思则是 命主这一生会有许多的桃花 接下来的是非公路 非公路是公位与公位相互关系的路 我们通常用来解释某一个公位主动与其他公位产生的关系 例如画面上的这个命公 在非公寄到官路公时 我们就可以解释为命主与官路的关系90G 也代表了命主很认真工作 字画路 画面中的是字画路 字画路是命盘中的某一个公位 因为自己的缘故而产生了变化 举个例子 画面中的财博公有字画路 代表了我会有钱而且会把金钱拿到外面去投资 拿到外面投资不见得会赚钱 甚至还可能越来越少 但命主还是乐此不彼 不论是字画路 权、科、技等字画 在命盘中都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种是单一公位中只有字画路 另一种则是公位中有生年路又有字画路 谈论字画路时 切记一定要跟生年路一起看 才可以得到最完整的解释 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是一张很简单的命盘 我们假设生年路放在了彩博公 因此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此人的金钱运用 应该是很扩挫的 这是因为我们直接把生年路放在财博公来理解的 若是生年路在关路公时 角度就改变了 放在关路公就是用来解释工作的状态 这代表这个人容易找得到工作 也经常换工作 对工作的态度很随性等等 不同的公位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以下是生年路在财博公时 字画路在蛇宫所产生的影响 字画路在命宫 字画路在命宫 这表示命主会有钱 只要努力就会有钱花 这个意向是很好的 若同公位还有其他的字画时 意识就会被改变 结果也会不同 今天我们只是单纯解释只有一个字画路而已 才会是这样的结果 字画路在兄弟宫 兄弟宫是财博的田宅位 所以这样的命主会喜欢投资 不喜欢存钱 原因是喜欢把存在银行的钱拿出去投资 赚取价差 但不表示一定会赚钱 这样的人也要小心投资时 常容易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而赔了大钱 字画路在夫妻宫 字画路在夫妻宫的你 容易被配偶予取予求 是个对配偶很好的人 但要小心容易过度的奉献 配偶却不当你一回事 在婚前比较容易损财 婚后则是会因为你的配偶而得财 字画路在子女宫 会有可爱的子女 命主也会把子女照顾得无为不至 容易让子女只愿享受而不愿付出 对于子女的教育来说是不好的 也容易遇到烂桃花 另外这样的相义也不适合与人合伙投资 尽可能保有自己的资产才好 字画路在财博宫 这样的你 虽然字画路在财博宫看似很好 但因为财博宫又有字画路 就代表会把钱再拿出去投资 而这样的行动 却不会让投资更加成功 有这样现象的朋友 容易冲动购物 如果要投资 则需要选择比较保本的产品 会让财务更有保障 字画路在饥饿宫 字画路在饥饿宫的你不是天生的胖子 这个相义代表会变胖 尤其是年纪越大会越明显 身体的状态也会变差 会把金钱花在身体上的享受 去餐厅吃大餐 享受美食 会是命组喜欢的生活方式 但这种方式会有损于你的健康 字画路在迁移宫 命组喜欢到处去玩 把金钱花费在旅行之中 对于外在的事物的好奇心 驱使命组乐于往外走 工作地点也会离家比较远 通勤的时间就较长 字画路在奴仆宫 这样的人对朋友很好 也喜欢与朋友一起耍费 或是花天酒地 钱都花在了朋友的身上 对朋友很没有戒心 需要小心 不要遇到觊觎你钱财的朋友 这样的人也要注意自己的交友状态 要小心留意防范被诈骗 字画路在官路宫 你的工作运很好 很容易找到好工作 只要工作就能赚到许多钱 是个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感的人 字画路在填宅宫 适合自产也会有自己的不动产 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也容易成家 自己的金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家里 是个对家庭很有责任感的人 字画路在福德宫 这样的人喜欢学习与读书 更胜于赚钱 平时就有许多的嗜好与兴趣 也重视物质的享受 会花更多的钱在各种的学习中 字画路在父母宫 这样的人对父母很好 是个孝顺的孩子 父母需要钱时 总是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为父母解决困境 而命主的父母也是白手起家致富的人 虽然你平时都很关心父母与长辈 但父母却不太能感受得到 你对他们的帮助 以上这些都是生年路在财博宫的基本解释 若生年路又遇到了字画路 则会改变象意 完整且复杂的部分 还需要考虑到路随寄走 以及在各个大县中 这个生年路对命主整个命盘的影响来谈 这些都会比较复杂 希望以后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解释这些层次上的问题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继续支持我们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